在我们这个世界现在都是苦 佛在这经上告诉我们 真话 饮苦是毒 我们现在生活真可怜 为什么呢 严重任务 科学技术不是好东西 我们很冷静的去观察 它带给我们的方便 不多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不值得了 付出什么代价 地球毁灭 你说值不值得 科技造成的染污 现在人知道了 水土的染污 太明显了 现在许多人在呼吁 将来 可能是很快的将来 地球人 得不到干净的水 饮水 没有了 这问题严重了 土壤染污了 严重的 花费 跟农药 东西是种出来了 种出来之后 这个土地再不能种东西了 它又毒了 你怎么办 这些些东西 科学技术 这个放在里面 好像长得是很好看 长得快 长得多 但是 营养价值 跟从前 人工方法一比 相差很远 也养 营养没有了 水里面 这些毒素 突然的毒素 到什么时候 才能清除掉 才能恢复正常 那就不是短时间了 现在技术发达 砍伐森林 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造成什么 造成汗灾 水灾 风灾 人类的这种贪嗔痴慢 不善的心态 造成的 严重的灾害 地球温度上升 南白机 磁机产生了变化 这不是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是温和的 这是人为的